11月16号,中国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海洋3号01星成功发射 在太空看海有何难点?海洋3号01星搭载了哪些全新黑科技? 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工程副总师孟令杰接受媒体采访做出解读 水色顾名思义就是水体颜色 科学家可通过水体颜色繁衍出海洋组分 孟令杰介绍,海洋水色观测卫星是探寻海洋水体组分的有效手段 但在太空看海并不容易 最简单的水色要素主要是液滤素能度、悬浮物能度 还有一些黄色物质的能度 它只能通过一种光学手段 因为微波是海南穿透水面 所以水色卫星也是探寻海洋水体组分的一种有效手段 孟令杰表示,另一个容易干扰的高量目标是海面对太阳光的反射 孟令杰介绍,此次海洋三号零一星搭载的全新黑科技 将大大改善在太空看海的种种难题 现在海洋水色卫星有一些全新的一些科技 也可以叫黑科技吧 第一个就是水色水温扫描仪的旋转望远镜的光学机构 它通过这种旋转方式可以360度的对载荷入通处的砸散光进行一个抑制 这样这种抑制能够大量的消除砸光的影响 这种科技手段可以大大的保证它的成像的一个质量 孟令杰表示,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 与目前载轨的海洋一号CD卫星会组网工作 有效完成对全球海洋的观测 海洋一号C星和D星目前是在组网上下午运行 再加上这个新一代海洋水色以后 将会使它的观测的覆盖性和它的时间分辨率将会大大提升 能够有效地完成对全球海洋的观测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